市面上投资理财的课程书籍有很多 但真正能够让我们变身为有钱人的关键 却是这些理财书上不会教你的事 我们经常在商业杂志里看到很多股市名人 他们接受专访分享投资的心法 好像只要学会投资 赚钱就永远不会是一件难事 但你知道吗 有很多投资的老手都掉过一个坑 那就是当他们的资金部位还太小的时候 就算账面上有赚钱 但事实上到了年度结算 他们就发现 他们所赚的利润根本都被那些进出市场的手续费 所有都吃掉了 于是等于一整年都白忙了一场 这让我们学到一个经验 要是想要投资操作 就一定要有某个程度的资金水位 跟避免频繁的进出市场 以免你白白浪费心力 不过说到这里 我并不是说上班族小资族 那些手上没有大笔资金的人 真的就没有办法靠投资赚钱 而是我想要邀请你想一想 投资投资 你也得要先有低筒金 有那个资金才能够去投嘛 而那个最基本的资金要怎么来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先记账跟踏实存钱 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 你可能会大翻白眼 心里想拜托 我以为邱老师要跟我讲什么厉害的东西 结果是这么劳梗的 踏实存钱 没有错 我知道踏实存钱 可能没有什么样的心意 但这件事情 可不是我个人的见解而已 我最近刚好读到一篇报道 也非常呼应这样的观念 在天下杂志的一篇报道 叫做跨国金融家的投资三秘诀这里面 这个受访者是德意志银行 前台湾区的总经理吴军庞先生 他就指出 年轻人常见的错误理财心态有三个 分别是用耳朵听 看故事模仿 跟从电视或电影 去想象富有的生活品质 我们先来看用耳朵听消息 这很好理解 就是听到股市老师 或者有人跟你报名牌 内线消息这时候 你就闭着眼睛跟着买 但其实这种投资方法 它的风险很大 赔钱的几率也很高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看故事模仿 就是按照理财书上面的经验照着做 比如说只要懂十档股票 就能够致富这样的观念 于是他跟着买 但是吴军庞先生就指出 如果赚钱是这么容易的话 这些理财专家还需要出这么多书吗 他们大可以专心的投资 让他们可以赚更多吗 他何必去赚这微薄的版税呢 而接着的第三点 也就是最致命的 就是学电视电影这些主角过日子的方法 所以十一柱形凡是注重气氛品味 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花钱刷卡买名牌都不手软 于是就造成习惯性透支的结果 难怪永远留不住钱 我知道 踏实存钱这四个字 不是一个会令人开心的诉求 但我必须强调 我不是要你不要买衣服 不能喝手摇影 能够踏实存钱的真正关键 是在于花钱之后 你要马上的去记账 否则啊 你很可能不是没有钱哦 而是搞不清楚 把钱花到哪里去了 这会让你一直活在 怎么赚都没有钱的 感觉里面 而这样的感觉很抽象很不具体 就算你现在的薪水不多 当你学会记账 最起码就能够清楚的去看见 你的金钱流向 你知道自己钱花到哪里去了 而进一步就更能够清楚 自己的资金缺口在哪里 想要弥补这些缺口 你也才知道要补多少 否则呢 你就只会感觉上 收入好像变多了 而幻想着财务状况就会变好 但事实上 要是你没有先学会踏实的存钱 你的收入一变多 只会让你的消费欲望更大 于是花得更多 这样子一样留不住钱 甚至于变成是恶性循环的结果 说到这里 跟你分享金融投资市场上 流传过一个小故事 有一天 亚马逊集团的总裁贝佐斯 他在一个宴会上面 就遇到美国的股神巴菲特 贝佐斯就趁机向巴菲特请教 跟他说 大家都知道 你投资的秘诀其实很简单 但为什么总是只有少数人 能够跟你一样 靠着投资变成一个有钱人呢 没有想到巴菲特 他想都没有想 他就回答贝佐斯 他说 那是因为没有人愿意 慢慢变有钱 而巴菲特所说的 慢慢变有钱 就是回归投资理财的基本功 务实的做功课 弄清楚自己真实的财务状况 接下来找寻真正有价值的标的 并且长期的去持有它 而回到你我身上 第一步 就是先做好自己的财务功课 那就是 系账和踏实存钱 你可能不知道 即使像巴菲特这么富有的人 他也是靠着踏实的记账 才能够有效的去控制预算 让他的风险跟报酬 一直在一个最好的平衡状态里 也就是说 唯有记账才能够去区分出 哪些资金可以用在投资市场里面 而有多少的资金比例 必须要存下来 才能够去做好风险的控管 所以说 记账和踏实存钱 虽然是万年老梗 但是啊 有用的梗 就算它再烂 只要能够让你变有钱 它就是好梗不是吗 只是很可惜的是 我们一般熟悉的理财课程 它只会教你机械式的记账 但却没有教你理财背后的心法 这也会造成 有很多人都有记账的习惯 但却始终不知道 如何去运用记录下来的数字 把这些数字 作为每个月 甚至于是每年度的财务规划的减合点 透过这样 才能够帮助自己 更有效率的去管理好金钱 而再加上 花钱享乐 本来就是天性 要是你不懂 理财 理的不是钱 而是你的欲望 这个观念的话 你自然就留不住任何钱 那你会不会很好奇 你处理欲望的方法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测试 你马上就会知道答案 我想请你试着回想看看 在你的生活里 当你看到一个很喜欢的东西 喜欢到舍不得把它放下来的时候 你是会毫不手软的 直接买下来 把信用卡拿出来 刷了再说 还是先理性的把它放下来 一定要货比三家 确定选到最便宜的才买呢 无论你选哪一种 我想要问你的是 这种花钱的直觉 会让你联想到 你的爸爸 还是你的妈妈呢 在你印象当中 他们花钱的习惯 是不是造就了 你今天花钱的模样 没有错 我就是在提醒你 你从小看着父母亲 他们到底是怎么花钱 你很有可能就是照着做啊 你并没有去建立起属于你自己的金钱价值观 所以呢 你要不是乱花钱 就是变成守财奴 这也是一般坊间的理财老师 他并没有办法教你理财心法的最主要原因 这背后的道理很简单 一个是他们可能没有心理学的背景 他当然看不出来理财的背后的心理动力 是要先面对欲望 而欲望影响一个人的模式 竟然要追溯回他的原生家庭 再来就算老师他懂心理学的因素 但他也不会真正的教你 因为啊 他要是把你交通交透了 原来你的很多行为都是受家庭的影响 那大家就会开始清醒过来 可能就不会再拿更多的钱来投资他所报的名牌啊 要是你也想要清醒过来 愿意开始管好自己的钱 那我会很鼓励你加入起点线上学院 我们最近推出的理财心理学课程 理财心理学这一门课 是佳玲老师融合了心理学和财务管理 这两个大架构 扎扎实实的跟你说通说透 那些一般在理财课程里面 他们不会教 让你能够从知道也能够做到的 关键心法 佳玲老师还会一步步的陪伴你学习 所有踏实存钱 你所需要知道的事情 像是呢 记账的原则跟实作的技巧 怎么样编列预算 怎么样去减合自己的支出 去厘清自己用钱的模式 然后算出可支配的所得 并且控制自己的心理账户 我们会用最务实的方法 培养你的负体质 其实存钱的过程 他很无聊 我们都知道 但要是你还搞不清楚 那些无名的欲望到底是怎么来的 你只会一直被欲望牵着鼻子走 这也是巴菲特他说 没有人愿意慢慢变有钱的最大障碍啊 你想要稳定的慢慢变有钱吗 还是你想要让自己处在一个 为什么这么穷 或者是为什么钱老是不够用 处于一个很大的疑惑 这种状态底下一直下去吗 理财心理学会从最务实的操作 帮助你看见原生家庭为你带来的金钱观念 陪伴你穿越自己的欲望 你不用活得很拮据 就能够有效地存到钱 这才是这门课最难能可贵的价值所在 我常说投资自己最好的时机 是十年前 而其次是现在 健康的财务更是越早起步越好 欢迎你现在就加入理财心理学的线上课程 帮自己打造一个富足的未来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所制作的内容 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的商品 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如同今天所谈到的这个主题 关于你的财务 理财心理学是我们最新推出 为你准备的课程 我们的真实人生财务 它是我们跟这个世界接轨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连结 当你能够圆满它 你在自己的内在探索和生命圆满的路上 才能够真正的完整 欢迎你的加入 关于课程相关的连结 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 很期待能够跟你一起学习 一起前进 今天的内容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